小文子今天吃什么呢 照顾到她的星座 大家好 山顶丸子今天要下山了 今天带大家来吃一家在新天地附近的百年混沌宝店 混沌店开了一百年 小丸子也是第一次见的 到底怎么样 你跟我一起去看 她好像一小 speed Mur Murud 小文传 一云 这家店隐藏在老上海的街道边 非常的不起眼 店铺面积也不是很大 重点 这家老店只收现金哦 他们家的馄饨汤圆肉粽三拼是上海首创 可以看到这家店深受雅苏喜欢 看那位雅苏不仅自己吃 还要打包半成品带给家里人吃 上海人对馄饨那些人是深入到骨子里 大馄饨重馅小的那种重品 咳嚼我们点的餐终于来了 可以看到这家馄饨用的都是碱水皮 来吃一口芝麻汤圆 软糯和银芽 芝麻馅非常香 有点像老龙波的味道 至于大小馄饨我觉得挺一般的 作为土著的五发肉 他也觉得挺一般的 那些莫名来吃馄饨的人 可能他们吃的是情怀吧 在有儿时回忆的那层绿性里 吃傻都是香的 我看不到他的心臟 只听得能难平 最后要说他们家的粽子 太好吃了吧 他们是包得非常紧实的那种 鲜肉和蛋黄被糯米紧紧地包着 一口咬下去好满足呀 特别要说的是 他们用的是没有一点肥肉的 金瘦肉和流油的整颗蛋黄 非常的实在 啊 无话让我还想再来一个 有点儿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